各位朋友新年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对战视频 我们今天来玩一个烈咬路沙的队伍啊 我们这个烈咬路沙携带的是那个围巾啊 作用呢就是收割啊 我们在这一局首发那个烈咬路沙的话 感觉贯穿力不是很强啊 我们把它放在后排 首发一个武道雄狮去整他 我们这边上的是武道雄狮加卡布奇奇加那个烈咬路沙啊 好了我们进入第一把对局 看一下这个小红帽 派出了他的首发 达摩菲菲 我们这边放出了一个那时很努力的 武道雄狮啊 呃我们这边 换卡布奇奇上来挡一下 也是可以 但是觉得没有必要啊 我们这个 满血的这个武道雄狮 物理端的防御力还是不错啊 他应该不至于秒杀我们 好这边对手使出了一个那个 急速折返 那么他这个道具就基本上判定是那个 讲究维巾啊 看对手换上谁啊 好对手换上了一只 封技佬 他就封技佬上来想挡我的这个 格斗系技能啊 但是我 暗鸣强击 直接给他一锤给他锤死了 我这个头巾的 暗鸣强击还是非常的猛啊 由于现在是那个 新赛季刚开始啊 所以 那个 对手感觉都不是很强啊 好这边对手又派上了他的新星啊 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围巾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换那个 卡布奇奇 来顶一手啊 因为他会锁招啊 锁招了之后 我们奇奇就可以 有机会那个进行强化了 好的 对手使出了一个冰柱坠机啊 从属性上看 我们这个卡布奇奇是抵抗了他这个本系技能的 所以说这边 呃 从场面上看啊 对手应该是会换人啊 他达巴菲菲是个物攻手 那么他肯定要换一个特攻手上来 我们这边直接冥想 好但是对手直接选择了几句话 非常的刚猛啊 哎呀 那么我们这边如果是耿直点铁币 会不会好一些啊 没有关系啦 好对手使出了一个极具大地啊 这个达巴菲菲的打击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打那个 奇奇的啊 火系不行 格斗系也不行 冰系也不行 那么他只剩下一个地震 可以打个一倍伤害啊 而且可以加一加他的特防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手一个极具大地把我们打到 50%的血量 哎呀 50%不到啊 看我们还能吃下 还剩25滴血 那我们这边就吸取之文吸一吸蹭一蹭伤害啊 嗯我们这个奇奇就在这里炮灰掉就可以了 我们奇奇出色的完成了这个 把对手极具化回合拖过去的任务啊 可以说这是获胜的关键 嗯我们这边随便点个 随便点个铁币就行了 把这一回合是我的最后一回合 好的对手使出了极具大地 叫我们这个 不健康的卡普奇奇带走啊 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比1啊 但是我方还没有交几句话啊 而且我方的两只精灵都是有先手权的优势啊 而且力度还非常的夸张 我这个本系的头巾突袭 应该能秒掉他吧 我们现在血量不是很健康 所以吃不下来个技能 我们只能先来一个突袭 哎呀差一点 就这水平吗 这就是你讲究头巾 本系技能的水平吗 哎呀看来还是高估了他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几句话还没有交啊 我们这边 是围巾的 对手也是围巾的 那我们直接一个地震把它收了就行 稳如狗 我们这边不能点逆灵啊 因为他后面有可能有一个奇奇啊 他如果上个奇奇 等一下我锁招了我就不能动啊 就很淡疼 好了我们一个地震 将对手的这个达摩菲菲给击杀 好现在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胜时刻啊 我们双方都是最后一只精灵 对手最后派出了他的杀咬怪啊 呃 我们刚刚通过这个 出手权的判断来 那个确定了对手的这个达摩菲菲 带的是这个讲究围巾啊 所以他这个杀咬怪 地不可能是讲究围巾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集就化焦了啊 直接来一个集聚龙旗 这边我们又可以打伤害 又可以将对手的这个 物理攻击下降一个等级啊 是我集聚龙旗 好了秒了 我们这样我们就拿下第一把的胜利啊 好了我们来看这一局啊 呃这一局 怎么玩呢 反正我们就先看一下 首发那个雷尔露莎你行不行啊 呃这个雷尔露莎如果碰到 对方首发迷你Q就会吃憋啊 所以我们这边决定首发一个闪电鸟 把这个雷尔露莎藏到后排啊 呃 对面有个杀咬怪 如果是围巾他的咬咬咬咬咬咬 我顶不顶不住啊 所以我们这边要上个卡扑齐齐 来顶一顶啊 关键时刻可以顶一顶啊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局比赛啊 看一下这一个一身 黑色装束的这个邪恶女人 首发了他的闪光 路卡里欧啊 我想说利努欧 路卡里欧 对上我方的闪电鸟啊 呃路卡里欧感觉没有什么技能 能够对我们造成一个重创啊 但是他有可能会强化吗 我们这里是有热风的哦 我们带的是热风哦 你怕不怕啊 好了我们这边一个放电打过去啊 看能不能麻痹啊 来个麻痹给我 哪个病没有啊 这边对手换上了一个 速度非常快的这个多龙巴鲁托啊 那么我们这边如果 换人进行连防的话 感觉不是很理智啊 我们这边直接集聚跟他 跟他对冲吧 因为我们闪电鸟这个电属性啊 一般那个对手是跟我们对冲不起来的 只有我们能冲对手是不能冲 这就是为什么闪电鸟这么强的原因 在那个上个赛季啊 稳坐这个 所有的这个 不是所有啊 就单打精灵里面的第一宝座啊 好了我们这边也集聚化 我们来看一下对手打什么技能啊 因为我方后排有个齐齐啊 对手应该会打极具幽魂 而且我们特攻守他龙齐啊 刚说半天他真的一个极具龙齐给打过来了 哎呦我刚想说这个 那个闪电鸟一般特攻的啊 所以打极具龙齐 收益并不高啊 而且有可能是亚开果 你如果打极具幽魂的话 还可以降一降那个防御力 对吧 好了我们这边极具飞冲 将对手这个多龙巴鲁托 打到了一个非常残血的状态啊 我方的闪电鸟呢 也进入了这个黄血 我们看一下我们速度是126 冲了一段之后乘1.5 这个 没有没有比极数多龙快啊 那我们这边 先防闭一下吧 拖一拖 但是也没必要啊 因为如果对手先手把我们打了的话 他会被他的命运烦死啊 这边想太多了 这边有点 制作聪明 哈哈哈 小聪明啊 可恶 对手这么耿直的打极具龙齐 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烧一把 烧一下把这个卡布七七上来 连防一下 但是呢 这个操作我只能说纯粹是装逼啊 没什么卵用 对于这个战术执行的并没什么卵用啊 我们这边直接把闪电鸟送掉即可 哎呀 果然还是急速多龙巴鲁托啊 因为他带命运 如果他带的是弱点保险 可能就不是急速 我们能够先手 好了我们这边 急剧闪电鸟跟急剧多龙巴鲁托 进行一个同归一镜 极限一换一 好我们这边 回到比赛 双方训练师来到了一个 1比1的这个平局啊 回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 我们这边 扔出了我们的这个 扔出了我们这个卡布奇奇 对手速度比较快啊 先扔一个 路卡里奥 我们这边先扔个卡布奇奇 嗯我们这边呢 要拆一拆啊 这个路卡里奥 不过他是特攻型还是物攻型的 而且路卡里奥有可能写的是腰带 我们先 不强化先把他腰带破了 因为我们后排有那个 烈尔路沙 可以先手 将他击杀 好这边对手在思考啊 对手使出了一个彗星拳 哎呀就这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吃我冲浪 好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冲浪伤害非常的高啊 打了接近50%啊 可以看出这个路卡里奥的耐久是非常的不靠谱啊 呃那么我们这一边 呃那么我们这一边 可以看到对手后排除了闪电鸟之外 都是那个 物攻手啊 我们这边直接铁臂 好对手没有下场 还是一个彗星拳打来 铁臂 好了我们现在 防御力大幅提升 这个路卡里奥如果不进行强化的话 是很难够突破我们这个卡布奇奇这一道杂的 那我们这边安轻的用这个 吸取之吻吸一点血啊 哇吸 哇来清一口吧 鲁卡里奥 哦亲爱的 你这个钢铁皮肤清得我的嘴都痛了 好了这个吸取之吻 说到这个吸取之吻 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你是宁愿被卡布奇奇的吸取之吻吸一口 还是宁愿被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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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存姐的恶魔之吻吸一口 如果是我我选择去死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这个吹牛逼之间啊 我们这个卡布奇奇通过这个吸取之吻将对手的鲁卡里奥 进行击杀 让这个比赛 胜利天平 像我们这边倾斜了一下 好了对手拍出最后一个子欲剑了 呃 那么我们这个卡布奇奇基本上就 活不成啊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说 呃我们这个奇奇 送料之后对手会易受提升啊 一般来说这个子欲剑会上升这个 物理攻击啊 但会不会存在于 提升这个速度的子欲剑 然后我的这个 我围巾地龙就快不过他 好了对手一个验刃没有将我砍死 就这水瓶妈 吃我冲浪 哎呦我的妈呀这伤害 有点东西啊 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伤害是抵抗伤害哦 都打了一半哦 而且没有 而且没有暴击哦 他这个子欲剑是不是 极限零特防啊 哦 那我们不管了 我们这一边随便点个技能 好对手验刃打过来 我们想了一下 对手如果是加攻击力的 他速度没有我们快 他这个半血的话 是扛不住我们攻击的 我们来看一下对手易受提升 提升了攻击好的 如果对手提升了速度 那么他力度就不足以那个 先手用那个叶刃砍死我们烈亚路沙 好的我们烈亚路沙 牛逼啊 哎呦我们这边求稳 地震 浪一点的话就火焰崖 但是他半血有必要吗 有必要浪吗 没有必要浪呀我觉得 这浪一浪不就 没了嘛 地震嘛地震稳一点 稳定的收割机 烈亚路沙吃火地震 好了我们一个地震 将对手最后一支子欲剑进行击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